很优秀 很优秀 还有话没说出口的同学 请站立 那位穿校服的男生 来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三一班的吴肖哲 就是今天我想对一个同学 说出我的感谢之词 然后这位同学 他在初中的时候 就一直陪伴着我 有一组词叫 仙衣怒马 白衣翩翩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看见他就是这个样子 他那个时候又帅 人又幽默 然后成绩又好 我拿过年纪第一 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小毛蛋 但是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同学 他给了我种气 像这样一个目标前进 这位同学是 高三四班的朱洪森 哇 有在现场吗 在哪里 这位同学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三四班的朱洪森 你好 你好 刚才听到 吴孝哲同学的这一番讲话 今儿子又感到非常的惭愧 知道竟然还有人 竟然偷偷地以我为榜样 我也想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不要网字匪薄 我们要对我们的未来充满自信 谢谢大家 谢谢 那吴磊你听完这两位男同学的分享 你作为男同学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 就啥也不说了 你俩好好的好吧 你俩 希望你们两个以后的日子 能够继续就是 拥有一段这么好的感情 对 锁死 锁死 好的 谢谢 谢谢吴磊松上的祝福 我 后面那一位戴眼镜的女孩子 来 欢迎你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三二班的吴淑玉 我没有要喊话的人 但是 我想对曾经勇敢做出选择的自己 说一声谢谢 大家应该有的也知道 我平时老考年纪第一是吧 所以我的这个 这个太反尔赛了 高三其实本身压力就比别人大很多 我平时老考年纪第一 压力就比别人大很多 大很多 大很多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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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事开个玩笑 你继续说 很优秀 我高三做出了一个最勇敢的选择 就是我去E考了 哇 给他一些掌声好吗 从9月份开始到12月份的四个多月当中 我每天练琴练一个多小时 然后才开始完成作业 这个机会它非常的渺茫 它对专业的要求非常的高 与此同时呢 我的成绩也在不断地下降 名次也是就是前所未有的低 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给我压力最大的是 四个多月当中 我没有跟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讲过这件事情 一个人就背着这些压力 然后就走了这么长时间 最后呢 我今天往北京参加了复试 我弹完钢琴出来的那个时刻 我就感觉结果怎么样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的努力已经付出在那里 我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更勇敢的自己吧 谢谢大家 同学我特别敬佩你真的 不管你是否去到了你最理想的 我觉得至少在高三这一年 你在勇气的这个考试场上 你绝对是满分 我希望在座各位同学 在关键的分叉口上 也可以像这位同学一样 拥有这样子的勇气和精神和能量 谢谢 谢谢你真的很好 那段时间你辛苦了 没有固执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是勇敢 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败 只不可为而为之吧 选择了上大服装 上台演讲吧 就是明明自己不太擅长 但是还是去干了这件事情 想安领着你同学表白 就是明明的 就是明明的 以赋ちょうど 完成 提醒大母带 这么无妨 那么我会和你一样 也不得再呢 咱们一身 你也不得再呢 你会和你一身 还有联系 安颇 你会和你一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